别着急啊 先等等人 先听听歌 听一首歌好吗 这首歌 你要说你听过 我只能说 大差不差 基本上人到中年了 没听过 没关系 回去问问自己的爹地和妈咪 给他们学两句 看看他们听没听过 我觉得他们应该听我 谢谢大家 谢谢你 谢谢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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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住在沈阳的一家酒店 这家酒店呢 在不久之前呢 是接待了一支球队 叫中国国家队 简称国足 也就是说呢 十二强赛的第二场比赛 在沈阳国足呢 是迎战伊朗 中国国家队 就入住这个酒店 所以呢 一开始呢 我们讲的是沈阳 今天来到沈阳之后 我才想 我到底有多长时间 没有来沈阳了 后来 我得到了答案 15年 15年 没来沈阳 15年前 我来沈阳干嘛呢 采访 石墙赛 也就是说 在沈阳 五里和体育场 现在已经被炸了啊 就离我这 蹲着走 三分钟 没了 在那块球场里边 中国队 啊 主场 设在沈阳 10月7号 干掉了这这这这阿曼 是吧 于根伟的进球 实现了冲击世界杯的成功 那天晚上 哎呦我天呐 五里和啊 泪流成河呀 都是喜悦的泪水 大家是奔走相告 当天晚上 沈阳啊 大街小巷 披上了节日的盛装 就犹如这歌中唱到 一起唱啊 跟我学一学 好不好 跟我学一学 这是个快三 啊 为什么快三呢 蹦探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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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就你们的爹地和妈咪呢 听这歌啊 长大的 现在呢 可能加入老年舞团 没事呢 跳的交易舞 要是跳快三的话 应该呢 也有这这支曲子啊 也有这支曲子啊 来啊 来 听听啊 一块学一学啊 来 嗯 这首歌的原创呢 不是 这首歌的原唱啊 叫李玲玉 李玲玉呢 是八年代中期吧 崛起的国内的 一位女歌手 她呢 就声音比较甜美 也就是说呢 你可能知道杨玉莹 但是在杨玉莹之前 说甜歌皇后 在中国大陆 叫李玲玉 叫李玲玉 他唱的沈阳和沈阳 来啊 沈阳 沈阳 我的故乡 马路上灯火辉煌 大街 小巷 是人来人往 披上了 节日的盛装 社会主义的高楼大厦 处立在古老的沈阳 那是我常年 居住的地方 自立更生宠 见家乡 怎么样 这歌呢 如果没听过呢 到 一会下了车呢 去网易音乐园 在这歌底 集合 乘客都到那集合去 所以呢 来到一座城市啊 你就会留 留下一座 这城市过往给你的记忆 15年前啊 我在这里面啊 呃 采访 石墙赛 应该说呢 那是一段火热的日子 今天呢 见到了 这当年的这个同行 也是小兄弟 秋董洞 聊神晚报的 现在文体不主任 啊 我们俩回忆 当年呢 这个采访石墙赛也好 还是这个 石墙赛之前的 小祖赛 在马尔代夫 啊 在马尔代夫 我们俩住一屋 那时候姬与阳 不知道跑哪去了啊 我们俩住一屋 在马尔代夫 一小岛子上 出去啊 你得打挺 什么叫打挺呢 咱们出去打低嘛 在小岛子上 你要去别的地儿 你得打那快艇 啊 打那快艇 20分钟 给你拉到麻类去 啊 看中国队这个训练 或者怎么着 然后我们回忆呢 当时呢 住在那个 马尔代夫那个岛子上 实话讲呢 也没有什么 这个网络 然后呢 也没有电视 就是让你纯玩 我们在那呢 反正 写稿子 然后呢 遇到了一队 意大利空姐 意大利的一个机组呢 是从意大利呢 飞到马类 然后呢 他一般来讲呢 可能有两天的休息 这机组成员 机长 副驾驶 什么这个 各种这个空哨 加上一队空姐 就住在我们那岛子上 跟我们住一酒店 马尔代夫那岛上酒店呢 都是平层 二楼都没有 然后呢 他们没事呢 就 人家意大利人都会享受生活呀 他们就那个 在沙滩上打沙滩排球 然后我们这几个记者呢 没事呢 写完稿子也到沙滩上溜达 溜达 溜达完了 一问说 Where do you come from 以太利 哦 以太利 卡纳瓦罗 卡纳瓦罗 哦 那帮女的懵了 一说卡纳瓦罗 空姐全都欢呼雀跃 那卡纳瓦罗 当时呢 是意大利女性心目当中的 那是男神 那是男神啊 然后我们一块呢 打打排球 然后又踢踢足球 回忆了那段时光 那么在沈阳呢 这段呢 其实过得还是挺 挺有意思的啊 那个时候沈阳呢 不像现在这么繁华 但是呢 充满生机啊 尤其是这个 10月7号那天晚上 出现之夜啊 我连夜呢 写了中国队 呃 世界 呃 冲 呃 中国队出现100句感言 现在到网上去搜去 一会下了课啊 不是 一会下了车呢 到网上 网上去搜去 中国队出现的100句感言 是我当天晚上写的啊 15年前 我写的这篇文章 一共100句话啊 可以到这个 呃 百度去去搜去 啊 去搜去 所以今天来沈阳呢 很开心啊 很开心 当然呢 也了解了一些情况 说这个中国队啊 对这个 伊朗队那天比赛啊 现在回忆一下 0比0 结果应该不错 你会发现呢 场地也有点一般 怎么动不动就摔跤呢 啊 怎么沈阳这场地这么差呢 后来我啊 今儿实地了解了一下 还真不是人家沈阳 这这这方面的问题 人家为了这十强赛 提早的让辽宁队啊 到到到别处去比赛去 别不能用这场子了 啊 然后更换了草坪 这之前呢 这中国队的前任主教练 来了之后啊 因为考虑到那伊朗啊 打的比较快 伊朗亚洲排名第一 啊 这个地面进攻啊 反击的速度啊 配合的这个节奏啊 都非常快 所以想一办法 怎么办呢 灌水 啊 灌水 啊 就往那球场上灌水 都不是浇水啊 不是喷水啊 灌 灌溉 灌溉的意思 种水稻的感觉 啊 这样的话那场地呢 实际上呢 相对来讲 是对中国队呢 是有点利的 我们现在说这件事啊 并不是说是追究什么 这个也正常 你比方说巴塞罗那踢球 那诺坎普就多撒点水 为什么呢 他也别太多啊 也别太多 呃 就让那球啊 呃 一沾水 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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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 啊 这样的话呢 是为了呢 更好的能够 把这个技术水平啊 发挥出来 啊 那么 今天呢 来到这里面呢 感觉很亲切 非常亲切啊 呃 一个呢 是这个 呃 见到了赵俊哲啊 跟赵俊哲回忆 我说小赵 我第一次看你踢球 是1998年的 大概五六月份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哎 当时呢 是足鞋杯的 也不递几轮 反正淘汰赛 呃 辽宁队客场 打北京关 那场比赛赵俊哲 呃 当年呢 他是刚刚的进入一队 那场比赛呢 他打的左边前卫 我当时就觉得 我天哪 这小孩踢的真好啊 以前没怎么见过 这家伙中场 那个 这防守 这小技术 这向前推进 这感觉 这斗志 确实不错 后来一看 姓赵啊 当时还觉得 姓这赵啊 比较少 啊 记住了赵俊哲 那场比赛呢 呃 辽宁队赢了 辽宁队赢了 啊 击败了北京关 也就是说足鞋杯啊 淘汰了北京关 当天晚上 我在谁的办公室呢 我在 沈祥福的办公室 啊 沈祥福当时是国安队的主教练 这场比赛啊 输了有点意外啊 球迷开始也 也开始躁动 偶尔能听到喊下课的声音啊 然后呢 这个天也很热 七月份大概是 然后沈祥福呢 就独自一人呢 就回到了这个自己的那个 小白楼里边的那个自己的房间 我呢就跟着进去了 因为那时候我们确实比较熟 我之前讲过 沈祥福当国安队助教的时候 金志阳 郭瑞龙 人家李松海 带着队在那半场训练 沈祥福刚来的时候啊 无所事事 训练的时候在旁边 一点事没有 干嘛呢 就只有我 每场 每堂训练课都到 那时候跑官的记者不老少 但是没有人见天去的 我就见天去 我就见天在球场边上 我就绿音场边的眼睛 我就看 然后沈祥福没事 就哎 董路过来 我干嘛 咱俩一块穿上球呗 哎 然后呢 他就教我 那脚法 他左脚脚法多好啊 然后教我那球 怎么小腿摆动 怎么切那个球 然后那球应该是 哎 这么转着 过去 你不能这么着过去不行 是吧 这么着不行 你得 这么着 所以呢 我现在能够拥有 不错的这个脚法 应该说得益于沈祥福 沈志道 当年呢 给我开的小灶 那个时候那边练 这边就我们俩 30米的长团 为什么我现在能打门柱 为什么能打横梁 你以为蒙的吧 我都不愿意跟有些朋友啊 我有出去发一视频 哎呦 录了860遍吧 哎呦 可算录完了 用了几块电池啊 哎呀 终于 终于蒙上了 就这冷言冷语啊 我都不愿意回复 我都不愿意回复 我说句实在话 呃 有个两三次 四五次 大差不差啊 我就打的横梁 很一般 很很简单啊 脚法跑跑不动了 脚法还在 你也别看 你也没看是谁交的啊 你你你你也不看看是谁交的啊 你甭跟我说卡 我先用四季 卡不卡 我也不换啊 你要说卡 那拉倒 甭看拉倒啊 您走 您别到时候 您忽悠我 到时候 卡吗 卡吗 不卡是吧 那我接着聊啊 那么呢 哎 哦 对 然后呢 回到这个房间 沈祥福就开始脱衣服 因为太热了 刚指教完一场比赛 脱上半身光了 下半身也把什么那个 那个大裤衩也脱了啊 穿一穿一穿小小小小小小小 穿短裤啊 穿短裤 拿起电话来啊 喂 打电话啊 给给谁 给杨祖武打啊 喂 下午 我跟你说啊 从现在开始 我不干了 我不干这主教练了 我辞职 我就在旁边 就我们俩 就我们俩人 就我们俩人 然后呢 这这过一会儿呢 杨祖武跑过来了 哎 哎 想服 俩人 俩人跟着就开始 我们就劝啊 我跟杨祖武俩人 劝 劝沈杨福 别着急 说这个球迷 哎 他就这样啊 喊两句也正常 对吧 就求输了 咱们总结 也别这也不说 这个我们这个 就是输了之后 就什么都没有了 是吧 过后 我在精品购物指南 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是否我们 真的一无所有 因为当时呢 输了足鞋杯之后呢 就开始有一些舆论 球迷就开始捣沈杨福 啊 但我呢 因为长时间观察 这个比赛训练 我认为沈杨福呢 是敬业的 啊 而且那一年的18根青松 一共就18个人打比赛 啊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啊 然后呢 我就写了这篇文章 啊 呃 应该说这篇文章呢 还是对 呃 稳定球迷情绪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啊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嗯 那么在北京官的 呃 一个吧里边吧 啊 经常呢 会有一些啊 呃 年轻人 年轻人 年轻人呢 他没经历过那个年代 啊 那时候可能还小 啊 不太懂事 后来呢 就是以讹传讹 啊 要是要是说那个 呃 文盲呢 就说以话传话啊 以话传话 说呢 我见着杨祖武就跟那浩子见了猫似的 咱们这么讲啊 咱要实话实说 应该你要准确说是北京国安队当时的队员 见到杨祖武是浩子见了猫 为什么 杨祖武骂人呢 你骂了崩啊 建计队员哪儿 抽烟的 呃 出去玩的 或者是这个不好好训练的 态度不端正的 就你骂了崩啊 这么骂 杨祖武呢 也骂过我一回 啊 这实话实讲 有一天啊 我呢 正在家里边 杨祖武啊 通过秘书 通过那办公室人给我打电话 打电话啊 你来一趟俱乐部 我说我呀 刚起床 你稍等一会儿 好吧 我得从工卫大楼开车去工铁 不行 马上来 我说你等会儿 我也没有飞机呀 你稍微等一会儿行吗 我肯定过去 你干好事 我什么事啊 我这 我就直接我就开着车 溜达达去了 推门进去了 很熟那时候 你骂了崩 骂了崩 你骂了崩 我一进去就开始 你骂了崩 你骂了崩 我说有完没完 有完没完 他就有点愣了 因为我平常啊 我是一个还算比较和善的人 但是我一进门 你就你骂了崩 骂了 连着骂着 我说 我说你别着急 我要惹你了 我跟你解释 我妈没惹你 怎么着 你看你写的这个 就有一篇文章 我可能啊 写到了北京公安 比方说诸如 俱乐部管理呀 或者说是那个类似吧 反正触及到这个国安高层了 他这边呢 看到了 然后呢承受了一定压力 来找我呀 盘道 那一个就说呢 要骂我 说我瞎写 那意思我也能明白 杨祖武那时候 真的咱实话实讲 杨祖武这人不坏 杨祖武这人呢 你要是我要当官 我也希望我用他 为什么 特别听话 他的名言是 我听老板的 你看我给你学那劲啊 我听老板的 就是什么呢 老板说什么 我就干什么 像这个说实话 都是忠臣 都是忠臣 所以呢 那天呢 就交流了一下 交流了一下 去问杨祖武 北京国安的 现在年轻的球迷 在贴吧里边 跟我这造谣的 去问杨祖武去 你问问他 董璐跟他接触的 那些年当中 我是不是跟他说过 任何一句恭伟的话 我是不是说过 一句任何恭伟的话 引进商议 是我开着我那辆 丢了的桑塔纳 带着杨祖武去的 天津太达俱乐部 当时我不知道叫什么 也许叫天津 康师傅或者叫 我不管 反正是去的 天津俱乐部 我开车带着他 到了大早上走的 我在公体接着他 大早上走了 到了天津地界 说我请你吃顿早饭吧 杨祖武说的 我请你 你这么辛苦 我请你吃顿早饭吧 后来两个人 花了两块四 相当于他请我一顿 一块二的早餐 天津宝的 吃点包子 奔了天津的 这俱乐部 要引进商议 要引进商议啊 俱乐部 天津俱乐部 这里边有没有 天津球迷 有没有天津球迷 有天津球迷 你回忆一下 当时天津俱乐部的 总经理叫李海生 李海生 以前是裁判 国际裁判 退役了 当了天津俱乐部 总经理 杨祖武带着我去了 敲的门 李海生办公室在那 两人要谈 要盘道 商议怎么着 多少钱 这时候李海生 冷不停看我一眼 那意思就说 这有外人呢 怎么聊啊 杨祖武一看 明白了 你说吧兄弟 自己人他是 他是自己人 哦 好 那就大哥 今儿俩人开始聊 这段咔了 我不会说的 明白了吗 我这个人呢 从来不靠爆料 来吸引眼球 哥们靠本事 光明正大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不说 明白了吗 晨天往事 我只是想告诉你 那天 后来 我开始桑塔纳 丢了那桑塔纳 带着杨祖武回来 非常开心他 坐后边睡着了 我一人开车 从天津回来 到了公体 我起来吧 到了 再见 谢谢你啊 不用 明白吗 这是历史 兄弟 我想再跟这些年轻的 后起之秀 这些球迷 这些死忠 整天在巴里边的 我想跟你们说句实在话 甭管你们怎么抹黑我 诽谤 挖骨 讽刺 道听 独说 我想告诉你的是 我经历了这段历史 我经历了这段历史 在北京职业足球的历史上 从一开始 有我这一号 大事小情 人五人六 我全清楚 别扯王伯犊子 拉裤兜子 你们太年轻 问问你爹地 问问你妈咪 你爹地 你妈咪当年可能就在公体门口 看训练 我在场地里边采访 你们爹地妈咪 当时就看到我做的国安绿营传真 国安足球报道 走上了球迷的这条道路 开启了他们对于足球的认识和理解 这是事实 This is true Truth 对 This is truth 好 我怎么说这段了 赵俊哲 那么赵俊哲呢 后来有一次在攻在北京 也是辽英队来了 应该是联赛 然后呢 比完赛了 这边国安的陶伟 有没有徐扬 我不知道啊 反正有几个 那边的我们去吃饭 中间李金宇带着赵俊哲来了 那俩小孩一样 特别逗 今儿一回忆 小赵也说 是记得 董哥 那天咱们一块在 朝阳那边哪个地儿 朝阳群众都在旁边 咱们一块吃饭来着 吃着火锅 我想说的是赵俊哲 在我心目当中 应该说是非常不错的队员 我以前呢 可能跟他聊的不多 我就看球 我就看他踢这球 确确实实 有自己的东西 也许后来三十多岁了 年龄比较大了 单说了啊 19岁入选的破格 从国清队 直接给一杆子拎到了 打亚运会的国家混合队 也就是说他直接过渡到 以国澳为主 再加上几个国家队队员 组成的98年的亚运会的队伍 后来又在霍顿的国澳队里边 也是承担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小 他比建立宝那波小 孙继海啊 什么李新宇啊 张孝瑞 隋忠亮啊 他比他们要小 他79的 那么呢 他呢 等于说在 这个国澳队当中 也是年龄比较小 然后就打上了这个 主力 你说现在19岁 说张玉宁 19岁 哎呀 年轻有为 这咱说句实在话 19岁赵俊哲 可比 现在这19岁张玉宁 咱们实话说 可要提的好 当然你说他俩不一个位置啊 19岁 打上中车 这中甲 当时叫甲A的主力 然后呢 又进了国澳队 然后又进国家队 2002年 不到23岁 打世界杯 主力 内脚球 罗伯特卡洛斯 要是再慢 半秒钟铲过来 小赵如果能够稍微发力 或者这脚法 再稍微调整一点点 五公分 就五公分呢 赵俊哲将会成为 中国足球历史上 第一个在世界杯上 进球的人 不会打门柱弹出去 可能打门柱就弹进去了 而且攻破的是 巴西队的球门 而巴西队是当年02年世界杯的冠军队 所以呢 稍许遗憾 如果说赵俊哲足球生涯当中 有两个遗憾 一个最大的就是没 这球没打进去 世界杯的赛场上 西规谱 打这个 这个 巴西国家队 一脚撩门柱 罗伯特卡洛斯 斜思里补位 小赵 就是进去 脚上 拔一个内切 右脚内脚被打 罗伯特卡洛斯 敞过来 我估计那 敞那下 可能是 稍微呢 那是 准性啊 稍微差了一点点 这是一大遗憾 还有一大遗憾 就1999年 在公体 高雷雷一脚 射门 辽小虎呢 没有实现 凯泽斯 唠腾的神话 就差一丢丢 最后呢 是 山东鲁能那边 也被5比0 击败武汉 红金龙 那边等着电话 一听 国安这边平了 开始 那个赛季呢 山东鲁能 得了双冠王 所以赵俊哲呢 今天在台上 我也问他 我说 这么多年 19年 你身边的队友在变 胸前广告在变 辽宁队的主场在变 唯一不变的是 你赵俊哲 仍然坚守在辽组 到底是为什么 这中间 为什么那么多 豪门 摇起 橄榄枝 都快摇舌了 开那条件 每年三百万 四百万年薪 为什么不走 我问他这问题 他回答的很实在 他说 因为他的父亲 因为他的父亲呢 是一个非常淳朴的 一个东北人 在他的理念当中 这军 这个臣 忠臣 就得从一而终 不能忘本 不能唯利是图 你说这有点愚衷 也可能 但是呢 在现实的这物欲横流的社会 你不觉得这东西很可贵吗 老赵 等于说最终 你说赵俊哲年轻 他能不想出去挣钱去 他跟钱有仇 是吗 不是 应该说呢 还是他父亲 在每每赵俊哲受到诱惑的时候 他父亲说 孩子 留下来 别人都走 你更应该留下来 辽宁队需要你 需要你留下来 今儿赵俊哲也跟我讲 他爸爸当年呢 带他踢球 风里来 雨里去 骑个自行车 那么现在呢 小赵这已经退役了 要走上可能其他的这种新的岗位了 这老赵呢 现在带赵俊哲的儿子 赵俊哲俩儿子 一个是九岁 另外一个四五岁吧 就带着九岁的大儿子 骑个小电动车 每天美美的 每天啊 去到这 孙子这学校 去看这孙 大孙子训练 仍然是多二年前 就像看小赵 赵俊哲一样 我觉得这 可以 这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可以 什么意思 这是一种传承 对 这是一种传承 那么 赵俊哲可能未来呢 今天也透露 希望能够 不想纯粹的做教练 希望能够呢 也能够跟向北京官 赵俊哲这角色啊 什么体育公司的总经理 又懂足球 又懂管理 他需要 管理他需要去进修 去学习 向蓝强 这方面做一做 我今儿呢 跟赵俊哲呢 在后场的时候呢 聊了很多 关于 国家队 关于这个 一些队员 特点 关于 这个球场上的 不同位置 这个技术 战术等等 我才发现 小赵 别说聊的真挺好的 而且在重大问题上 我们有着相同 或者相似的看法 但是具体的 我不会说 为什么 因为我没证得人同意 对吧 比如说他评价某个队员 我不能转述人家话 是吧 但是我只能说 他说的什么 别着急 你要听老乘客 你听过我评价什么 大差不差 就是他的评价 很开心 聊的很开心 那么今天呢 因为是这个 聊审晚报 做的这个 30小时不间断的 一个足球接力比赛 明天下午4点钟开始 踢30个小时 30多个队 一场一场一场 一场一场的踢 今天做一发布会 我呢给主持了 得感谢啊 得感谢不少的这个乘客 我真得感谢感谢 我知道你们不安全去看我的啊 你可能是看赵俊哲啊 但是呢 咱们实话讲 确实呢 有一些朋友呢 给了我在现场很多的鼓励 有从长春来的啊 还有从这个 这个 辽远还是反正来的啊 都是几百公里的啊 专门来到这儿 还有呢 说有一女孩给我发私信 说他男朋友啊 请请假 提前半个小时 从单位走 开车过来 路上 刮了 我还问他说 不知道最后 跟你见没见着面 那我也不知道 现场那么多人 保安就五六十 你想想 啊 然后呢 呃 我记得后边有几个朋友 还举着这个 叫什么 就叫这个 打印的照片 那照片有类似于 限高两米 还有什么45度炸什么的啊 挺有意思 呃 我很感谢这些穷民朋友 那么今天呢 因为这个 在这个商场里面呢 他安保呢 他他确实呢 比较严格 我尽可能的跟大家一块互动了 但是呢 也不能满足所有朋友的这个这个这个期望 我我我我不是一个什么多大的牌 我真的不是明星啊 我也真的 你说有这样明星吗 你有我这样的明星吗 没有啊 所以呢 您要说咱明天咱要接着互动 您呢 就明天下午四点多 呃 您就到这李铁 呃 足球公园啊 那比赛开幕 我过去 然后也会啊 上场了十分八分钟 第一场肩膜战 我去上去踢会儿 然后呢 也会在那看一两场比赛 呃 您要是想去 给这个活动 助助威 我们在现场应该有啊 有有这个 呃 交流的机会 啊 再次感谢今天呢 呃 甭管是真的是假的 反正是给我很多鼓励 支持和欢迎的这些朋友 谢谢你们啊 真的谢谢 呃 他们每个人 然后 呃 见到我 然后 呃 我离开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同一句话 董哥接晚上发车吗 接晚上发车吗 哎 好啊 谢谢啊 哎 沈阳和沈阳会唱了吗 会唱了没有 沈阳沈阳 沈阳我的故乡 马路上灯火辉煌 大街小巷是人来人往 披上了节日的盛装 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高楼大厦 怎么样 挺好听的吧 嗯 好 该说正事了啊 该说正事了 这个 今天呢 呃 看到了一篇文章 是这个曼萨诺呢 回到西班牙 接受西班牙媒体采访 挺有意思啊 有网站呢 可能有点渲染啊 曼萨诺开炮 中国俱乐部管理 矮板 那字不念呆啊 别动不动就 也念呆 但是后边如果是板呢 叫矮板 球员理解能力差 也就是说呢 直指中国职业俱乐部的管理 以及中国球员的某一种弱点 咱们一起来聊聊这个 他说的这些东西 到底是有道理还是没道理 有道理还是没道理 矮板这个词已经没有了 什么意思 朋友们 有人说我喝大了啊 我告诉你 昨天晚上发车 我其实我这个人呢 平常不喝酒 就是只是聊嗨了的时候 他是一种到那个劲了 你明白吗 就是你看李成卢 说回忆 说当年那冯小刚让他去 成卢你过来 你给我串场戏 就大腕的那场戏 给你个词 一张A4值 你把这一口气弄下来 李成卢弄了几个小时 完了最后跟这个 冯小刚说 说这个 就这一遍啊 灯光无美 灯光什么收音 镜头 对对跟上 别削 说这一次如果不成 你要让我来第二次 我可真来不了 然后冯小刚刚说 没问题 然后这李成卢 李成卢就演精神病院那段 李成卢回忆 就他一口气说完 一分二十六秒 说完之后 他抽烟嘛 手是抖的 手是抖的呀 就是拍完了 过啊 全场掌声啊 他他完成我点个烟 我手是抖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入镜了 就那一分二十多秒 他已经飞了 已经飞了 就完全进入到一个 极度的专注的状态 人呢在极度专注去做一件事情 哪怕只是一分多钟 下来之后 肯定是四肢酸软的 有点马爪的感觉 就这 他当时演的是这样 一定得选最好的黄金地段 雇法国设计师 建就得建最高档次的公寓 电梯直接入户 户行最小的四百平米 什么宽带呀 光缆的卫星啊 能接的全给他接上 楼上面有花园 楼底游泳池 楼道里占英国管家 带假发 特绅士的那种 业主一进门 甭管有事没事 都得跟人说一句 美癌还皮油丝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枪 倍儿有面子 社区里建议所贵族学校 叫他用哈佛的 一年光学费 就得几万美金 再建一所美国诊所 二十四小时后诊 就是一个字 贵 看感冒 都得花个万八千 周围的邻居 不是开宝马 就开奔驰 你要开日本车 你都不好意思 跟人打招呼 你说就这样的公寓 一平米得卖多少钱 我觉得怎么得 两千美金吗 两千美金 那成本 四千美金起 你还别仙贵 还不打折 你得研究业主的购物心理 愿意套两千美金 买房子业主 根本不在乎 再多套两千 什么是成功认识 你知道吗 成功认识就是买什么东西 都买最贵的 不买最好的 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 就是不求最好 但求最贵 他说完这段说 全场掌声 鼓掌 他是这样 他这种状态 所以人呢 就是你进入到一个状态的时候 他是非常消耗精力 非常消耗体力的 你看 是吧 好 那么来 接受慢三度 我怎么过渡到那去了 酒店呢 发车呀 比在家里发车 这个怎么说呢 你可以喊 你可以喊 在家里面没法喊 十点多钟 孩子都睡了 你喊 还喊起来 铁观音 铁观音 不错 曼萨诺接着说 这个新闻是这样的 据外媒报道 曼萨诺在接受采访时 吐槽中国足球俱乐部的管理矮板 并且球员们也很难理解他的战术意图 当然曼萨诺不排除 再次回到中国之教 2016赛季曼萨诺率领 2016赛季曼萨诺率领申花 取得了联赛第四名的好成绩 申花获得了下赛季 亚冠资格 可以说曼萨诺圆满完成任务 但意外的是 申花和曼萨诺分手 申花官方给出的理由是 理念不同 如今 曼萨诺在接受采访时说到 在中国生活和执教需要耐心 足球如此 生活也是如此 他们的文化 你很难理解 和他们一起生活 你必须要有耐心 曼萨诺又说到了细节 在足球管理上 他们不够灵活 但我觉得 他们必须改变这一点 在中国的文化中 一切都是上级服从 都是下级服从上级 但其实在足球场上 上面的也应该听一下 下面的意见 这样管理会更方便 此外 战术意图想要传达给中国球员 并不容易 虽然他们听话 认为他们的教练 是最高的权力所有者 但他们不容易理解战术思想 这是根本问题 曼萨诺说到 谈到自己的未来去一下 曼萨诺说 我先休息一下 如果可能的话 我会留在西班牙之教 如果不是这样 我也会回到中国 不错 咱们这样吧 听话听音 还是那句话 论文本的解读 表情肢体语言解读 在这方面 在中国足球新闻界里面 我说第二 没有人敢说第一 我在陈述事实 我并不是在吹牛 记着 我真正吹牛的时候 不是这样 我真正吹牛的时候 是我不说话 低调 凡是我说出来的 都不是在吹牛 都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接受这种方式 为什么 中国人习惯于低调 委婉 说话 说三分 留七分 中国人说 枪打出头鸟 中国人呢 习惯于什么呢 就是大叉不叉 别扯王八犊子 拉库兜子 谁也别牛逼 牛逼完了就是啥逼 这是羊足舞的话 来吧 我们 这个曼萨诺呢 说了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俱乐部的管理 他呢 认为呢 中国的俱乐部呢 是下级服从上级 这个东西呢 他认为呢 不完全科学 这也难怪 所谓下级 就是他 他可没当把队员当下级 他把自己当下级 谁上级呢 老板是上级 他这个言谈话语当中啊 那意思就是说啊 老板给他命令 他得执行 但是他认为呢 我说的 你也应该听 这样 才方便 才方便 他说到了一个词 叫耐心 我认为这个词啊 说的有点道理 中国人有点急 从上到下 都有点着急 说长得有点着急 这事都还好办 办事有点着急 为什么 这也是客观现实造成的 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就说在中超 这样的一个血雨腥风的舞台上 大哥 鲁能稍微一打盹 差点没降级 不往里填填钱 这锅 这水 这烧着 你不往里面填柴火 人那边光光的麦子杆 什么绊子 就往里面蓄着 红火火的那边给烧着 说你这边等会别着急 我这还有点火星 我先蓄着 我扔俩土豆 扔俩红薯 烤着 完事 大差不差 到时候再往里边 再填点柴火 这也一样能烧开 错了 不行 客观现实 这有点像什么呢 像这家里边都有孩子 人那孩子 周末 两天 抱五个班 你说英语 数学 语文 钢琴 舞蹈 您这孩子就抱俩班 我告诉你 能坚持俩礼拜 第三个礼拜 就这抱俩班 这孩子 家长 基本都快挠墙了 受不了了 不行 这么下去 咱孩子毁了 输在起跑线上了 说男人呢 说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女人不能输在事业线上 男人不能输在前列线上 明白吗 哎 这就是什么呢 这 这这有的时候 这缺少耐心 有的时候也是形势所迫 啊 中国的这个足球文化 我已经在车上说了无数次了 确实有点问题 都着急 以赢球为唯一目的 也看不动球 能看懂比分 赢了高兴 赢了牛 输了啥 这就是中国现今大部分 关注足球人 对于足球的认识和理解 停留在这个层面上 至于说为什么输 怎么输的 怎么赢的 怎么弄的 这都弄不清楚 这弄不清楚啊 没人说这茬 啊 没人说这茬 啊 为什么说我做一些 战术的小视频 哎 有人还说你这分析是完美 马后炮 他认为马后炮 你明白吗 他认为是马后炮 那他们的 英超 西甲的豪门 那俱乐部里面 那录像团队 每天做的事 都是马后炮的事是吗 是都是马后炮的事吗 这在你们看来 是都是马后炮的事吗 就这么大 真的 就这么大 啊 就这么大 实话讲 脑人就这么大 啊 脑人就这么大 他认为所有的比赛之后的分析 都是马后炮 他认为 他认为 就这么大 啊 脑人 脑人啊 还是肿的时候 明白吗 还是肿的时候 啊 嗯 那么 实话讲啊 曼萨诺在北京关 最后玩一分崩离戏 曼萨诺在上海深花 最后玩一个 也是啊 不慌而散 咱们不得不说啊 我们姑且不说 谁对谁错 曼萨诺那翻译 是不是小平常杆 人家后来说了 两边都没错 他说的 你觉得他好像是霍西尼 我个人觉得 他说的有可能接近于真实 因为什么呢 这东西就是 驴唇不对马嘴 就鸡通鸭讲 你说鸡通鸭讲 鸭没听明白 鸭没听明白啊 鸡也没听明白 你说是鸡错了 还是鸭错了 我觉得都没错 因为鸡就得说鸡话 鸡就得说鸡话嘛 鸭说鸭我听不懂鸡话 那不很正常吗 如果鸭能听得懂鸡 那么鸭也成鸡了吗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倒都没错 原因就在于什么呢 就是鸡和鸭不应该在一块 最后死在一块 大铁锅 这边对你只鸡 这边对你只鸭 就是跟那歌里唱的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背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 鸭而依而游 对是吧 这可以 这地方 这可以 那么呢 还是那句话 就是适应中国文化 是挺难的一件事 中国人适应西方文化 也比较难 但是假洋鬼子出外啊 咱们身边有一些假洋鬼子 那他妈适应西方文化 比西方人适应西方文化 都迅速 他宠外 就身边有很多假洋鬼子的 这假洋鬼子 那下比西方人还西方人 但是西方人适应中国的这文化呢 就应该说是比较难一点 有人说有喝多了 没有 那这么着 接下来五分钟 我用正常的表达 跟你表达行吗 好不好 我看你问问 到时候你自己看一眼 我是不是合作了 咱们这么说 来 就是在曼萨诺呢 他的这个理念里面 因为他也岁数也不小了 在西甲的执教 那么应该说呢 是累计了一个体系 这个体系呢 就是所谓的欧洲的一流的职业俱乐部 或者叫欧洲的一流的职业联赛 他们的运作的方式 比如说俱乐部的管理方式 俱乐部老板 俱乐部经理 然后训练部主任 然后主教练 主教练是manager 还是说是就是coach 这个呢 之间呢 实际上呢 在他的这个职业 职教生涯当中的 应该说都已经形成定式了 应该说啊 都已经形成定式了 那么这种定式呢 就相当于呢 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价值观 或者一个价值体系 他放到中国来 他会发现啊 处处都不一样 处处都不一样 比如说 在他看来 在西班牙执教的时候 有些事 这事他说了就算了 不用再往上说了 但是在中国不行 不行 得有人管 那么 那么比如有的事呢 他在西班牙认为呢 是老板不应该管这事 但是在中国呢 他正琢磨琢磨 突然之间一指令下 说老板说 这怎么着 应该怎么着 这应该怎么着 所以他就会觉得 这就是最大的不同 相当于他要改变习性 一个人活久了 其实就是养成了一种习性 这种习性是 什么时候起床 吃饭吃什么 然后呢 这个说话的方式 理解问题的这种方式方法 然后呢 一种待人接物的一个定式 基本上都大差不差 都固定了 没想到呢 到中国这呢 叮光五四的 都给改变了 一来二去呢 开始能忍 说看在钱的份上 可是呢 他这个人的这个性格和个性啊 又非常的倔 又非常的倔 所以他还不愿意轻易改变 骨子里面那意思就说 我来这儿 我来你中国 是我要教你们 I teach you I teach you 虽然说你teach me 我也 I pay you 对吧 我给你钱 但是在他看来 他不认为 他是来这儿 说你给我钱 然后什么 我教你 你给我钱 不 他认为 他是普度 众生的 他是 我是从足球先进国家 带着我的辉煌的 执教的历史 来到一个足球文化 评级 G战术水平 低下的一个环境里边 我是来帮你们的 I help you 他这里面一直没改过来 他不把自己当打工者 你明白吗 这个大差不差 也能理解 但凡有点牛的人 你就到一公司 你当一高管 他也有时候 他认为 他认为就说 我不是打工的 我说你请来的 你请来的 让我帮你的 他忘了 大哥老板给你钱的 你就一打工的 说实话 阿里巴巴 除了马云之外 都是打工的 你多大高管 你也是打工打 你得把这 也得为 摆正 曼萨诺呢 这 这节 一直 这 这节啊 有人说 我又要变回去 又变得 喝的状态了 是吧 没有 我真的 我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我 只有这么讲啊 他有意思 第一呢 你看 我很少互动 互动这东西 是最简单的 你要说 你打一个这个 问题 我在这回答 我告诉你 我一天做九个小时 都没问题 我是有自己的逻辑 我要讲 我要讲的话 我一讲 越讲 调越低 听着就没劲了 我讲的也没劲 所以有时候呢 我会把它调啊 往上抬一抬 你得理解 不风魔 不成活 不是说 我真不喝酒 你不离闻 你没有 真没喝酒 我要喝了 我就告诉你 我呀 进入状态比较快 真的 你还记得 就是我 我之前说过 我跟一波 那个仁义的 非常著名的话剧演员 我演过一个话剧 你知道吗 演话剧的时候 就他们专业的人呢 都是要上场之前 都得 那意思就是 得 得酝酿 你明白吗 那个词叫酝酿 得酝酿 然后 然后得顶 就说 那意思就是 演对手戏的时候 对相互之间得顶 就是我顶你 然后呢 我把你的情绪 给你抬起来 完了 你再往上 你在 你在激发我 他们得 需要有助力 你明白吗 酝酿 完了 在台上还得有一个 有一个 给他一个台阶 他得往上走 哥们演话剧 说 我跟你演 我跟你讲讲 我一共九场戏 大概我出现四场 并不是每场都我 有几场戏就没我 我干嘛呢 我在后台 我玩手机 我躺在那个侧幕的 那一大堆那个幕幕布 那里边 我窝进去 我在这玩手机 一会儿在催场的 东哥 马上上场了 哥们把手机一弄 走上来 不用 运什么酿啊 这一到我呢 直接上去 嘿 怎么回事 这不应该 这怎么回事 这还 这还 嘿 还这样呢 没 别闹 大岔不上 别拉咕咚 我这一下我就起来 就他们就非常服务 就这些专业的话剧演员 学本科学多少年 还研究生啊 完了 是舞台实践经验 非常丰富 演过几百场话剧了 就在这一点上 他们不明白 他说这他妈哪来的一人呀 怎么不需要酝酿 完了到台上也不要刺激 自带节奏就上来了 是自嗨 他们一直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 因为我是本色 我就觉得这东西很简单 还酝酿什么呀 你不就演戏吗 演戏上就演呀 说到哪 到哪个程度上 你就给他顶上去 不就完了 说没有人顶你 自己顶自己 千金顶 不也自己顶自己吗 是吧 所以这方面呢 专业的 说话讲 就在这个层面 可能我演的有点 不如他 没有那个 斯坦尼 斯特拉基的 不是 斯坦尼什么 那个体系 那个表演 那个体系 我都不懂 我没学过表演 他们那演的有层次 我没层次 但是我就说了 你女性 你要让我演 没关系 两秒钟 你告诉我台湾 两秒钟以后 你让我上去 我已经完成 我已经完成 不用顶 我全给你们顶起来 后来就是 我一上台之后 我把他们全顶起来 情绪全都 全都那个 那个 那个 嗨起来 斯坦尼斯拉斯基 对 对对对对对 我说一个具体的例子 演那部戏 就是 王小波的 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 我演的罗巧思 其实一个非常死茂的 一个角色 世界上只有小角色 没有小演员 然后呢 演陈青阳 那是石可老师 石可老师 当年大美女 他就因为长得太洋气了 不然的话呢 其实洪高粱 张艺谋 首先选的是石可 而不是巩俐 但是因为 阴差阳错 最后呢 石可老师呢 没演上洪高粱 巩俐 演上这洪高粱 演完洪高粱 巩俐就走上了 国际影星的道路 但是石可老师 人家也过着 很幸福的生活 几个儿子也都不错 跟老外 结婚 然后呢 石可老师演那个陈青阳 有一场戏呢 是王二死了 然后呢 在舞台上呢 是他的那个衣服 威亚一点点掉起来 掉起来 然后呢 陈青阳在台下 就是手奔着那衣服 那衣服渐行渐高 他那衣服就说 要留住这美好的瞬间 那衣服就说 不希望看到一个悲剧 然后呢 演了两场之后 后来在后台 石可老师就跟我交流 说董璐 我怎么觉得那场戏 就我不知道再还差呢 还差一点 就那个没到 我就在琢磨 应该是怎么 就是那个动作 哎呀 就总觉得还差一点 然后我呢 就是很忐忑 因为石可老师 非常著名的演员 然后我说 那个石老师 我说 就是我有一点点想想法 就是我不知道 当说不当说 哎 他没事 你说 哎 石老师 就是我说错了 您可别别在意啊 我是外行 我没证 就我不 我从来没学过表演 我是您的粉丝 我说特别忐忑 他没事 你说吧 石老师 那我就真说了 你说你说你说 就是我觉得就是 那我不是很成熟啊 就我这想法 真的不是很成熟 我说错了 您就知道 我怎么放屁 就直接给我抹去就行了 好吗 他说行 你说吧 我说石老师 您下次再演的时候 您试一下 就是您这开始 不是那一往上走吗 您开始一点点的 胳膊往上 然后整个身体往上 最后您呢 踮一下脚 您再踮一下脚 您您看那感觉怎么样 就说伸到最后 然后啪 就像巴黎舞演员的时候 那脚再立起来 当天 第三场 石老师就这么演 我在后台看 一点点上去 最后 因为他有舞蹈基础 啪 踮着脚立起来 完了 那大幕 卡 落下 然后 掌声雷动 下来 石老师跟我说 董路 你说的真对 我找到了 就那掂一下那脚 欲者千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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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上 蒙上 别在意 这都不搭紧 大岔不差 也就那么回事 蒙上 来 说到这个曼萨诺 说这个管理 咱们这么讲 说急功近利 现在 没有不急功近利 听我说 因为这东西就是什么的 什么意思 送我这什么钻石 别解 别解 保时捷 不是吧 撤 别别 真的 不是 我这个人呢 我要有一天 我真没犯折了 我就如果真是就凭 一直拨火 我一定跟您说 我说哥几个 我也付出辛苦了 你可以给我打赏 在我没说这句话之前 从我个人角度来讲 我我谢谢 但是我真的不需要 哥们 别再送了 好吗 留着钱一会秒杀去 好吗 马上双十一就到 好吗 那么 那么呢 这个这个 说到这个俱乐部呢 我认为呢 曼萨诺呀 也应该理解一下 中超俱乐部 咱们这么讲 每年呢 五六个亿 六七个亿的 就往里扔 如果没有成 老板肯定着急 说真正能坐怀不乱的 说把钱扔出去 然后砸出去 完了 无所谓 大撒把 你们来 说实话 不太容易做到 就像我刚才举那例子 孩子家长似的 真让孩子散养的家长 一般来讲 都有非常强大的神经 否则的话 就得是 这孩子抱三个班 我得抱四个 这孩子抱五个班 我得抱六个 这孩子请一个家教 我得请俩私教 真得这么比 攀比 中国人本来就 就是攀比的 这样一种心理 那么你想放在 这职业足球上 你要让说老板 保持一颗平常心 无所谓 我们看远处 我们看未来 我们看趋势 两三年 砸进去 没动静 基本上大差不差 就跟快 game over 没区别 明白吗 你别忘了 那再大老板 他也会有压力 你以为马云 每天活着没压力呀 不 他压力比咱们大多了 他上个月 挣了五个亿 这个月挣了三个亿 他就觉得是失败 他不像咱们 对吧 咱们甭说挣三个亿了 咱们挣三万 咱们都觉得挺好的 明白吗 压力 谁得急谁招吧 跟咱没关系 所以曼萨诺所言 在中国 说足球 需要有耐心 那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他已经有点饥渴难耐 按耐不住了 耐心到了几点了 为什么呢 就是这说话我得听 这一指令来我得听 这事呢 按说应该这么办 但是呢 他们非得这么办 我也就忍了 忍来忍去 忍到最后 实际上他就告诉自己 要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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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不仅说是足球 他说连生活都得有耐心 就说明什么呢 曼萨诺呀 在中国这个文化体系当中 他的耐心已经到了几点了 但是我告诉你 这话分两头说 中国人忍耐西方人的 某种文化展示 也是挺痛苦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有多少家俱乐部 就因为这外交 这下车一屎 哇啦哇啦 这老板有时候也直作压花吧呀 为了给这外交面 这底下工作中方的工作人员 也是叫苦不迭呀 所以呢 揭示了一个什么道理呢 能走到一块 就走到一块 不能趁早 散火 你得找一什么人呢 这人本身呢 他对于东方文化 他就有一份的 这叫什么 仰慕 或者是好奇 你得找这人呢 就是别 别太在意自己 更多的是 理解这项事业 理解一定是相互的 一定是彼此的 没有说单向 只有我理解你 或者只能让你理解我 这东西最后都忍耐忍耐 到最后肯定是崩的 一定是在相互的磨合交流 过程当中你退一步 我也退一步 达成某一个共识 或者这阶段你占主导 因为成绩好 成绩不好 说大哥您那劲儿就下一点 行吗 我往上走一走 行不行 哎说行 共渡难关之后 咱们再平衡 再往上动态平衡 才是真正的平衡 足球比赛没有慢的快 不是真正的快 没有快的慢 也不是真正的慢 所以曼萨诺此言 不虚 但是也有点一面之词 不过他折射出来了 亘古以来 由此上述到1840年 自哑片战争以来 所有这些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当中 存在的问题 至今21世纪的今天 他仍然是一道难题 不是很容易解决 分人 分人呐 你就说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人 你周围人都觉得这人难相处 但有一天他找到了他的真爱 明白吗 找到了真爱 一特漂亮 美女 女神 跟他走一块 特别和谐 特幸福 一把把狗粮 撒向人间 这说什么呢 这叫对品 东北话 叫对品了 什么他妈的 这个 什么个色呀 什么什么顽劣呀 什么这个 不通人情啊 什么 在这 在这女的眼里 都那么可爱 lovely 你说这怎么办 这就是天造的一对 地造的一双 所以呢 找教练 不那么容易 找教练 不那么容易 约一道 容易 过一道 不容易 明白吗 有人说我又喝了吧 没喝 真没喝 你看又说我高了 那咱们再出个题 你要说我喝多了 你咱出个题 严肃点的 咱一块讨论一下 好吧 又有人说爆点料 听我说啊 听我说 如果你是老乘客 你应该明白 哥们不是泡 不是靠爆料 也不是靠爆乳 成今天这样 明白吗 一个人知道的是秘密 两个人知道 就不是秘密 所以你要到我这听爆料 没有 没有 但是你听话听音 你应该能够得到 比那所谓的料 更有价值的东西 料就是以感官 听觉的刺激而已 谁谁谁 他们出轨了 对吧 谁谁谁 跟谁搞 搞 搞 秀死了 对吧 你这有意思吗 每天呢 手一八卦 在中国互联网上八卦能成为一个产业 就靠你们这些天天等料的人 你们养活了很多人 互联网热搜 全是八卦 这个国家有希望吗 人们都在探究着某一种八卦 内幕爆料 你觉得这个民族有希望吗 不去探究事物的本质 不增加自己对于事物的认知 没有足独立的思考能力 你没有判断的能力 天天就靠这种料活着 那不吃饲料一样吗 跟动物没区别 明白吗 没有意义 你这个民族的整体的素质追求 你就通过这热搜 把人就能看出来 天天在这等料 思想呢 方法呢 观点呢 角度呢 价值呢 这些东西跟料比起来 在你们眼里就一钱不值 是吗 所以你永远是一个等料的人 你自己没法制造料 你没料 我希望在这车上的人 不是这样的人 因为你这样的人 你就一千万 你就五千万 我关了直播下了车 我自己抽我自己 我抽我自己 什么意思 你吸引的都他妈是什么人呢 明白吗 我可不会因为这数字 有多开心 一波大傻等料的人 等我在这 我开心 我得了吧 没意思 有什么意思 那还不如拖一段呢 是吧 没劲 好吗 去等料的人去搜去 明白吗 去到贴吧 热搜 那都是料 去 别带我这 我这没有 明白吗 我这没有 我不是卓伪 明白吗 我不是俗修系的卓伪 别把我看错了 自己赶紧去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我这甭管多少人 就哪怕将来就十个乘客 我聊的 还是我今儿聊的 我不会因为说 为了吸引多少人 我 我我我爆什么料 料多了 不要小看我 明白吗 你想在足球这方面 你小看我 你我还是那句话 你瞧不起我大哥 你算什么呀 你 你跟我比起来 你算什么呀 你还瞧不起我 我说那东西 你又连知道都不知道 真逗 怎么回事 刚才谁在这吵架呢 谁 那么呢 其实我更关注的是 另外一点 文化的事 因为之前我聊过 也很难 也很容易想象 很容易想象 对吧 你想你一个中国人 来做足球 对吧 就相当于你说 刘国梁去了柬埔寨 被柬埔寨足鞋给挖过去了 柬埔寨一个兵方球俱乐部 把老板 进三角来 对吧 刘国梁去了 刘国梁说咱们这个队应该这么这么弄 每天应该怎么样 怎么样训练 然后比赛的时候应该什么 什么打法 什么打法 什么趋势 上什么队员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翻译过来 就说呀 你这个你这练的不对呀 你不应该这么练 你个队员那个管理 不应该这么管理 一个战术不应该这么练 你这么练你怎么能打过中国呀 对吧 我觉得你应该是还是那个前三百 你你别跟中国拼前三百 前前三百 你拼新三百啊 创业版 对吧 你跟他这么拼 你说刘国梁蒙逼的了吧 刘国梁肯定蒙逼的了 对吧 说你心里话 说大哥 你你柬埔寨你有个吴哥哭 这我倒知道 完事 你说你打乒乓球 你说我来这 我教你们 是你给我不少钱 但你是这 你不能这么管理呀 你得听我的呀 那老板 你还这么着呢 就没法聊了 最后刘国梁走了 回来炮轰 柬埔寨 说柬埔寨啊 在这得生活啊 得有耐心 你把他们吃一顿饭 吃四个多小时 咱们这吃完了 二十分钟完事 另外一个呢 你你你 他们那儿啊 柬埔寨那边 就是人家出钱 谁老大 全金三鸟了 啊 金三鸟了 金三鸟出来了 兜里边都是 六百多克 白粉装着呢 完了你说 他说这个 说那个 你说你给我怎么弄 没法弄 是吧 这这这 这是这个 就这么一顿类比 类比呀 已经这个 就就就出来了 是吧 那么好 我真正关心的是 曼萨诺说呢 此外 战术意图 要想传达 给中国球员 并不容易 It's very difficult to transfer the idea to the Chinese players 虽然他们很听话 认为他们的教练 是最高的权力所有者 但他们不容易 理解战术思想 这是根本问题 the base question 那么很显然 曼萨诺呀 说我这个满腹 掏掠掠 满腹掏掠 就这球 说我看的 大差不差 啊 我给你把战术 这一部署 什么情况下 你应该做什么 啊 进攻的时候 怎么跑位 什么一个局部 以多打手 边路 行左 实右 所有这些 防守的时候 保持整体阵型 退守到位 然后呢 快速的移动 等等 讲完了之后呢 队员呢 理解不了 就你讲十 他理解六 剩下四啊 靠猜 靠猜呀 然后等你告诉他呢 你说你 哎 你 你这 你 我说了十点 您呢 才理解六点 今儿啊 我把那四点 告诉你 行 教练您说 你应该啊 一 这么着 二 这么三 这么四 记住了吗 记住 记住了 放心吧 哎 要卖boss 放心 你放心 你看我下场的 下场啊 这这四点 记住了 前面那六点呢 又忘了五点 就是他 没法啊 把这脑袋 思想 高度的 统一在 一个战术体系之下 反复讲 你还别说 这上海生化球员 我告诉你 广州恒大 那些国脚怎么样 头一年 李皮就做一件事 就告诉他们的位置选择 choose the position 就比赛 进攻防守术 位置选择 就这一件事 说了一年 一年呢 one year 365天 说明什么呢 我不知道这车上 有没有中国职业球员 咱这么 咱这么说啊 中国的职业球员 我接触过很多 咱要说这些队员的智商 应该没问题 打个牌呀 玩个麻将啊 看个盘子 然后没事呢 这豆子闷子 聊个天啊 弄个段子呀 这都没问题 能踢出来 脑子其实都不笨 但是呢 就聪明和文化之间的 不能画等号 就这人很聪明 但是你要说他有文化 这两码事 聪明和文化是两码事 聪明是反应能力 比较快 但是文化是理解能力 你明白吗 理解 理解 思考 创造 这东西和聪明不聪明 有关系 一点没有直接关系 没太大关系 生活当中你看到 到处都有聪明的人 很聪明 真的很聪明 接个话呢 完了这个 搞个情绪了 完了弄个 弄个这个 小东小新啊 弄个小门子呀 这都可以 但你要说这样 这样人多 但真正说有 所谓 理解 执行 执行 创新 创造 这 不那么容易 不那么容易 曼萨诺所言 其实就是一个中国职业球员的文化的问题 文化 这个文化 跟聪明不聪明 没太大关系 没太大关系 你看有那非常木讷的人 看上去反应都慢半拍 但人家可能能得 能得诺贝尔奖 你怎么解释 你说聪明不聪明 文化 这个文化呀 也不能赖这些队员 因为他们 说句实在话 初中都没念完 初中没念完 从小离开家庭 脱离社会 脱离家庭 练球 教练什么人呢 没文化 一代一代传下来 他师父教他 教百分之七十 他在教蝶 也再加一百分之七十 教蝶球 除此之外 什么都不会教 可是功夫在室外 所以曼萨诺说的这东西 说他说的战术 说队员理解不了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当然这里边有量 也得划分两头说 一个是队员文化基础差 理解能力差 还有一点什么呢 哥们你得因地制疑 你不能 这是大学教授 教幼儿园 你不能再 在知乎者也了 你得给他举例子 你得给他举身边的例子 大差不差 拉裤兜子 扯王八犊子 讨厌 特别讨厌 你想拥有什么 你就去追求什么 丁光五四 你得这么着跟他聊 他就 是吗 哦 呀 你追女孩 应该怎么追 你得给她比喻 所以呢 我为什么我说呢 其实我没证啊 我没证 我没证啊 我对这个足球我也非专业 我差远了 你要那个比试 那个实际操作 那你退役的可能或者学班的比我强一百倍 我承认啊 我承认 我输 一点没问题 比我东西知道多多了 实践也多多了 精力也辉煌的多了 只有一点我能干不了它 只有一点我比这帮专业的大部分人都强 这点是什么呢 我能把事说清楚 就这一点 我能把事说清楚 你们呢 你们说不太清楚 然后你们再碰着一拨理解能力差的人 您这边打五折 他那边打五折 你琢磨琢磨 最后不就剩250了吗 是不是这道理 是吧 是不是这道理 你说你说 你说你 你也遇到了很多老师 你真正印象深的 可能不见得是那特级教师 获奖的 论文显特别 辉煌的 是吧 哪哪 博士毕业的 你可能真正的给你 成长过程当中 真正帮助你的 不见得是那样的老师 而一个可能乡村教师 没正 他能把这事啊 掰开了揉碎了 生动灵活的跟你讲 让你明白 哦 原来如此 但这样的老师呢 临时工 临时工啊 停机什么的 没有他份 啊 开会坐脚上 蹲着 来 就这样 所以呢 你说曼萨诺 说中国队员理解能力差 可能他呀 也没有调整 他的交流方式 再加上语言 这中间 也有很多的这种 他 语言不通啊 他就本身就又打折了 他觉得他讲的东西 队员都应该能明白 但队员说我是想明白 但我真不明白 但是明不明白 我还不能 中国人还说要脸 中国人说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听闷闷了 你妈去你妈 你中间百分八十都不明白 但咱们从小就这样的 老师老师 大家都听懂了吗 听懂了 这时候谁也不说 我没听懂 你说你傻吧 你什么大傻的吧 你讨厌 讨厌 再问你一句 听懂了没 听懂了 听懂了 好 我们讲下一章 其实根本没听懂 你说我说有没有道理 没听懂 没听懂 不能说自己没听懂 当然是这样 你看有时候跟你讲 一哥们跟你讲 你这英格力包慢 他其实什么不知道 我这这这 你看他当年 演戏的时候 他一米八零 对对对 一米八没错 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谁是英格力包慢 他以为英格力手表呢 然后他跟男演员 男演员演戏 男演员一米七五 他一米八 那你说怎么演 最后没办法 就跟他演戏的男演员都得站凳上 站箱子上 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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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英格力包慢是哪国人 那 哎呀就在嘴边 你看啊 哎 我我知道 你这突然间一问 你看我这个 就在嘴边 哎呦 哎呦 我哎呦 我去 我想不起来 哎呀 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根本不知道 就是瑞典人 他不知道 但是他得跟你呼应着 哎你看你英格力 对你看 没错 英格力包慢 太棒 有三十多万一块的 他哥不是手表 所以呢 这不演乔着又是都聘请外交吗 中方教练 我个人觉得 确实空间太小了 中方教练呢 有时候他会抱怨 是吧 李铁抱怨 马林 甲友权 高红波 都话里话外 都抱怨过 那一也就说 外国人来了 给人宽容 我们国产教练 我们也是人呢 你怎么对我们 这么这么这么 这么的什么呢 可可呢 啊 只是 但是咱坦白讲 你也没做好 真的 咱们说中方教练 你也没做好 你要说真做好了 你灭他们呢 你干他们 把老外全给干了呀 你也没做好 所以外来的和人好念经 这这这这没办法 这大势所趋了 老板出钱的 他也问教练哪的呀 带过什么队呀 英超带过没有 西甲呢 德甲呢 一甲呢 世界排名地 多少教练呢 现在老板都这么玩 明白吗 老板大体上不懂球 但他懂谁名大 钱不是问题 给我找有名的 底下就跟他干事 万三诺说的对呀 下级服务上级 中国就这样 底下按老板思路 哎 玩大腕 那就得去找啊 老板钱不是问题 找大腕啊 至于说这大腕啊 适合不适不适合 没人想 也没标准 也没标准 有人说他 哎 适合亚洲足球的大哥 亚洲足球 你以为亚洲足球 这文化就相通吗 适合日本的 就适合中国 适合韩国 就一定适合中国 不一定 真的不一定 中国文化特殊性 这东西 深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呢 找教练呢 大牌固然重要 但是有的时候呢 你还真得考虑到 他之于中国文化的一种理解 和他的表达方式 中国球员能不能 理解 这太重要 真的 说你 就你要说就找大牌 大牌 那你来了之后 他 他自己 他容不进来 跌的人 又接受不了 完了还得往下过 你说多难 对不对 你说我说的 对不对 多难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 中国球员 我认为 我认为 现在所暴露出的问题 确实有文化基础差 文化跟知识不一样 不是说你会得 必须得得会高等数学 才叫有文化 不一定 就是一个认知的能力 分析思考的能力 判断的能力 自我总结 自我创新的能力 这东西 如果从小 没有一个相关的 培养到大了 再想做 很难 真的很难 我们讲说文化 就是说你去德国 西班牙 为什么说当年北京公安去西班牙拉链 跟人家一个业余队 人家说我们六点钟踢不了 没下班呢 你改七点 七点来了 有个开始卡车来的 把锄头放下 一块过来的 凑一块买一三冰制 吃完上去踢去 临了临了 捕食 给人赢了 那可能西班牙可能五级队 或者是六级队 四级队 但你看他们踢的那个劲 不一样 德国 你找一业余队踢 也是整体 你别看他技术糙 大胖的 你妈 腰可能四尺多 是吧 但你看他每一脚都特合理 踢完了 你别跑得慢快 他去奔那正圈的位置待着 这东西就是足球 足球的文化 真的 这是足球的文化 咱们这儿业余 咱们说句实在话 除非有个别说专业队下来的 或者是职业下来的 完了一带着带着 可能有点模样 大体上叠的业余队踢 都是瞎芝麻踢 都是瞎芝麻踢 真的 也不怪他们 为什么 没有这军涛 没有人说告诉他们怎么踢 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踢 反正就是四后卫 四前卫 四二三一 这东西能明白 四三三 四五一 五四一 这都能明白 啪啪一马 马完怎么踢呀 怎么踢呀 那球场上千变万化 你应该怎么办呢 不知道 反正后面就在后面守 前面在后面 前面准备进球 边上就准备通破 中间是大铲子放铲 就就就就 就理解到这 没办法 所以 我一直认为 这件事呢 我跟华雅幸福的这个 副总 曾经有一次交流 我跟他提出的一个观点 聊天啊 我说中国 中国的青少年的培养 是需要颠覆 原来那么做不行 你恒大足校 什么鲁能足校 这么干 没有用 没有用 你最后还是一波 跟现在大差不差的 这拨人 还是这样 需要颠覆 怎么颠覆 不能脱离家庭 不能脱离学校 不能脱离社会 然后 要进行文化的普及和教育 先让这些孩子 成为一个健康的孩子 健全的孩子 然后再去踢球 有人说不行 那来不及 那12岁 你看人家那脸的 那都已经加力量了 没有用 12岁踢得好 15岁就没 最多到20 出不来 需要颠覆 但是 这件事说起来容易 怎么颠呢 颠勺还行 颠险也可以 颠覆太难了 有这样的共识吗 一足校交三千多人 每个人交两万块钱 这多少钱呢 家长也稀里糊涂 家长就现在大部分 说让还学足球的家长脑都一锅粥 没有判断能力 说不清楚 西北亚教练 哇 荷兰教练 哇 曼联清训 哇 拉马西亚来的 呜 家长就飞了 懵逼的 什么都不懂 天天在看训练 也不懂 弄不清楚 真的 我想跟这些 让孩子 真心想让孩子 学球的家长 你们得先看懂球 你们得先有独立思考 判断能力 你才有可能真正的判断出来 怎么做 你的孩子 才能够先成为一个健康健全的孩子 然后发现他的优点天赋 最终去培养他 你们都如果做不到 你们的孩子也做不到 所以这是曼萨诺 所谓炮轰引发出来的话题 没有用 真的 说说而已 没有用 明知道错的 没人愿意改 没有用 事实证明 中国这样的培养是不行的 但事实证明又怎么样 事实是有更多的孩子来交钱 能挣更多的钱 家长觉得外交贷就能给贷出来 家长觉得人类训练方法先进 大哥 球 是人踢的 先解决人的问题 然后再解决球的问题 拉马西亚也不是说培养一个就出来一个吧 不是吧 拉马西亚就说练西班牙人也不是说出来个个都是小白小黑小黄小紫吧 不是吧 也有说从拉马西亚出来的后来拉裤兜子的吧 也有吧 有 明白吗 有 没有一定之规 说你拉马西亚的训练就能把孩子培养成世界球星 没有 我想再跟你大家说一下啊 人家接近尾声了 真的不是喝酒 我真的不喝酒 你要问我身边的我没什么朋友 你问身边说跟我接触多的人 你说懂不喝酒吗 我再强调一遍 我做的这一直播 为什么说说一足球能有这么多人看 他不是偶然的 他是必然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说我说的是球吗 是 但是你觉得我说的真的就全是球吗 不是 你觉得我的表达仅仅是一个说吗 不是 这里边有表演 我特怕别人夸我 夸不到点上 特别难受 说你隔着隔着我吧 隔着到脖子上 你说我笑还是不笑 你还挺努力的隔着 开玩笑 许牛逼不许抬杠 乐了就完了 对您能有点帮助 最好 说没帮助 不就打过点时间吗 你也没花钱 完了睡觉 睡一踏实 斑马和斑马 今天可唱不了了 马上12点 哥几个做好准备 开始去抢去吧 你说就这么一个半小时 没搞吧 我给你看我周围的环境 看周围的环境 周围的环境 说能聊到这 也可以 看见就有人眼睛 有一LV的包 就这 你别忘了 我公 我94年开始 93 91年开始挣钱 挣到现在了 我就买一个 就这 就这么 这算有钱吗 大哥 我干这么多年 如果说我买一个这玩意儿 您都说 哎呦 真有钱 别闹了 行了大哥 差不多得了 好吗 真的 差不多得了 没什么可羡慕的 就这破玩意儿 没多少钱 我也 我干那么多年 我要买 这东西 我再买不起 我还活吗 我 我 我干这么多年 我这东西买不起 我还能在这做直播 这么多人看吗 那不扯吗 那不背 像背 背论吗 对不对 脑子不比别人差 比别人用功 这就是我 没多聪明 但是也不比别人差太多 比别人用功 就是我 活得没那么富足 也不缺钱 就是我 同意开心 玩 逗大家玩 分享 一块踢球 玩 做好准备 等我那个 11月22号 从这个 从米兰回来 我就开始呢 每周中下午 我就在奥提等你们 报名 我带你们踢球 不用交钱 一门钱不要交 每天下午 记着啊 阳光明媚的时候 你要没班的 失业的 或者自由职业的 想踢球的 别请假啊 拿着鞋 护腿板 找我去 同时 北京 启航大学生 足球队 也要成立 我带他们训练 你们在旁边先看着 完了 分队比赛的时候 人不够 你们上 一块踢 好吧 行了 就到这吧 今天 好吧 就到这吧 一般来讲 有时候我就急刹车 今儿我缓刹车 我想看看留言 好吧 你们 想有什么表达的 你就表达一下 你们说愿意说 觉得聊的不错 到我微博上 帮我转发一下 行吗 我知道你们不愿意转发 是你们不想把好东西 跟别人分享 你学学我 好吗 分享是一种 非常可贵的 品格 你说我不能分享 我分享完 我朋友圈人都知道了 完了 我没法跟他们吹牛逼了 我说大差不差 他们接着来拉个兜子 往那边说一个扯帮不足 你看这就四五度诈 这班怎么聊啊 没法聊了就 我明白 你得小心眼 别着急 慢慢来 一点一点的 有一天 你自己也能够拥有一样的能力 不难 这东西不难 难的是什么 难的是起步阶段 车悠起来了 你就自动就学会了 你像话语天空 我现在出师了 我教不了他们了 为什么 他们有自己的这种智商 有自己的这样的学习能力 理解能力 你执行能力 他们现在自己踢的非常好 完全知道三次就三次 他们悠起来了 明白吗 悠起来了 接下来就是惯性了 把好方向盘 一直溜达 涌动机一样 有人问 赢老外了吗 一比一 让老外 低下了高昂的头 就带一次训练 我说了孩子们 也许 这次就清华美院 我说了 也许这一次小组出现比较困难 因为你们前三场都是平局 小组五个队出两个队 最后一场 只有赢 而且可能还有大比分赢才行 为什么 因为你们前两场没找我 这就是没有 缘分到了晚了 别着急 明年不还有吗 我带你们一年 明年 再说 但是他们的理解能力 真的超出我想象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中国的职业求援 真的 就是中国的职业求援 哪怕有80% 有清华美院 就这些孩子的理解能力 中国足球 是另外一番天地 真的 另外一番天地 一定是 哦 我这一会儿来睡觉了 明天早上8点45 巴西队阿根廷 阿根廷现在南北区排名第六 再往下输 我告诉你 阿根廷比中国更早的离开 2018年 俄罗斯世界杯决赛 所以明天早上8点45都给我起来 看看梅西 内曼 奥古斯托 看一看迪玛利亚 马斯切拉诺 看一看他们 好了 今儿就到这 朋友们 7点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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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个闹钟 7点45 7点45 对 保利尼奥 什么这个吉尔都在 另外呢 这个 好像是不是12点 是卡塔尔对俄罗斯 是不是 是不是卡塔尔对俄罗斯 卡塔尔对俄罗斯 好像是 对 到时候咱们一块关注一下 咱们也争取 咱们也争取 把卡塔尔给摸一摸情况 好了 今儿就到这了 有什么事啊 就是你要给我发私信 千万别用那种 密 就是那种 什么什么 私聊什么那个 完了我还得点 你就直接写 好不好 你写完我就看 看完了 有时间我就回 你要老让我点 有时候我特别烦 我一天 一天点好几百个 你要不点吗 不合适 对吧 另外一个呢 留言也可以 有什么事 留言 好吧 今儿就到这了 感谢啊 这沈阳在沈阳 董路在沈阳 问各位 好 明天呢 不一定 不一定发车啊 明天不一定 也许明天晚上 踢球踢嗨了 就不一定 好吧 大差不差啊 再见 走喽